哈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人见 今天为大家再介绍一部上个世纪80年代冒险科幻电影《精益大骑航》 它讲述了一个空军中尉因实验意外进入人体冒险的故事 应该也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在人体里穿梭的一幕幕有没有让你也想去体验一下呢? 一起来看看吧 塔克是一名情场失忆的空军中尉 刚刚和前女友莉迪亚分手的他 同时也是一项开发索威飞行器技术的驾驶员 所谓的素维飞行器技术 就是将驾驶员所在的潜水艇缩小到分子级别 挤压进针管 然后注射进兔子的体内进行相关实验 实验进行得很顺利 研究员在显微镜下看到了被送进针管的塔克 正准备将它注射进兔子体内时 一群暴徒冲进了实验室 想强作这个研究 研究员见状立马带着注射器逃到了人来人往的商场 但还是被暴徒发现吵得开枪 中枪的研究员不甘将成果拱手让人 在临死之前给路人杰克打了个屁股针 将塔克注入了他体内 不料这一切都被吃瓜群众拍了下来 暴徒们得知了研究成果 就在这个路人身体里 自然会不择手段地得到他 因为他们手上拿到的芯片只够将东西缩小 而让东西恢复原样 需要两枚芯片同时工作 另一枚就在塔克的飞行器里 杰克是一个有轻微精神问题的超市收音员 这一天下来的诡异经历导致他在工作时心不在焉 被老板放了个长假 在他身体里的塔克也是一连蒙蔽 不禁开始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 我是谁 我在哪 他通过连接杰克的视觉神经 发现自己并没有按照原计划 被输送进兔子体内 所在的也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一定是实验扯了什么意外 于是他来到杰克的中耳 用飞行器的设备和杰克建立了联系 在他的体内与他进行通话 这卓是吓坏的杰克 本来就有点精神宣弱的他 还以为自己被鬼附神 塔克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相信 这是个出现了意外的实验 乐于助人的杰克按照塔克说的去了实验室 实验室的长官却想要牺牲塔克来拿回研究 头听到这一切的塔克知道只能靠自己了 并让杰克开车去找身为记者的前女友莉迪亚 莉迪亚知道这种机密技术 只能通过黑市的牛仔进行交易 于是便利用四有之术打运了牛仔 然后让杰克易容成了牛仔的样子 去和暴徒进行交易 但因为杰克过于紧张导致计划失败 他们在交易途中被暴徒发现关了起来 暴徒的计划是将另一个驾驶员缩小送进杰克的体内 让他去干掉塔克 拿到教室舱里的芯片 这样他们就能够掌握苏维技术发一笔横财 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 经过这一天的接触 杰克喜欢上了莉迪亚 就在刚刚的牢房里和他表白 莉迪亚省了他一个吻 塔克竟然通过杰克和莉迪亚的拖延接触 进入了莉迪亚的体内 还惊喜地发现他已经怀孕了 塔克万分确定自己就是孩子的亲爹 在暴徒们将驾驶员注射进杰克体内的同时 莉迪亚电晕了看守他的守卫 持枪救下了杰克 并且将现场所有的暴徒都关进了苏维器内 一阵摆光过后 所有人都被缩小了 拿到了另一枚芯片的两人则火速逃离现场 搞笑的是暴徒没有能恢复原样的技术 于是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小矮子 在逃跑的过程中 莉迪亚听到了自己体内传出来的音乐 知道塔克现在就在自己的身体里 于是便和杰克再次来了个拖延接触 将塔克送回了他的体内 和暴徒的驾驶员决一死战 这场仗终究是塔克胜了 另一名驾驶员只能不幸地被杰克的微酸小化掉 莉迪亚和杰克赶到了实验室 由于飞行器动力不足 塔克已经无法通过驾驶离开杰克的身体 幸好杰克一个喷体 就将带在自己飞炮上的塔克喷了出来 研究员们赶紧利用芯片 将藏在水滴里的塔克变大 一阵刺眼的白光过后 飞行器成功恢复了原来的大小 塔克的人体大冒险终于结束 最后的最后 患有身孕的莉迪亚和塔克迈进了婚姻的殿堂 但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后备箱里藏着两个暴徒小矮人 这看起来完全就是要拍续集的节奏嘛 不过都这么多年了 续集应该是凉凉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转发的话 我就陪你去拯救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和你 下期再见了